研究探索 一张不可思议的图片 左图是脑细胞,右图是宇宙结构 从两张图来看和其相似 充分说明了我们只是宇宙的一个分形,一个缩影而已 也说明了宇宙和我们一样,也是有意识的,而且都是一体的 17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兼数学家、物理学家莱布尼茨 曾发表过叫做单子论的独特思想 那是一种宇宙由无数个单子构成 每一个单子里面有一个完整的宇宙的思想 仔细想想,这个思想可以知道它表现了宇宙的分形结构 即一个粒子如果在其里面又包含着一个完整的宇宙 那么那个宇宙会由更小的无数个粒子构成 而在每一个粒子里面又会有其他更小的宇宙 这样的过程会无限反复,从而就可以称之为分形结构了 如果宇宙的确是由分形结构所构成 我们所属的这一巨大宇宙也可以被称之为是一个粒子 说不定我们就是生活在不过一个粒子的世界里面 而且说不定像宇宙这样的粒子有无数个 那么应该就会有包含那所有的宇宙粒子的巨大生命体 并且那个巨大生命体不可能就是所有一切的终点 那个巨大生命体同样也只会是个比它更巨大的宇宙里面的一个粒子而已 在分形结构里,这样的过程也会无限反复 分形宇宙论认为,宇宙本质上是一个粒子 构成宇宙的无数个粒子里面又会有其他小宇宙 人也是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我们也可以以人为中心描述分形宇宙 即我们所属的这个宇宙是某个巨大生命体内部的一个小小粒子 像我们宇宙一样的粒子会有无数个 那个巨大生命体头上又会有另一个广大的宇宙展开 那个宇宙又是另一个更加巨大的生命体内部的一个粒子而已 还有,我们的身体由无数个小粒子构成 其每一个粒子里面生活着非常微小的人 会认为我们是非常巨大的生命体 进而,那些微小生命体的身体里面 还会有更加微小的无数个宇宙在反复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